你 张军 张军 医生 那怎么样 您不用着急 初步诊断是 急性肠股线引起的阴厥 应该是长期过度劳累 或者是没有规律引起的 留院观察几天就可以了 谢谢医生 不客气 这下你满意了 不合理的项目 疯狂的加班 无效平凡的会议 杜磊 你是因为嫉妒才这么做吗 你怎么那么幼稚呢 我知道 他身边了你很担心 但向你向无端的揣则 只会让人觉得 幼稚的人是你 不好意思 杜总 现在是下班时间 杜总没有理由待在这儿 我是他男朋友 我留下来照顾他就好了 我是他上司 下属身边了 但现在也是我分类的事了 杜磊 你怎么样 我看我看完了 来 慢点 喝 慢点喝 怎么样 喝点了吗 杜总 不好意思啊 耽误今天的工作了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你都被资本主义奴役晕了 可不得赶紧送到医院来 不然 他将来奴役谁去 不是你的问题 是我最近给你的工作 压力太大了 你好好休息 公司的事我现在回去处理 等你养病好了 再回来 看起 eram 你 不好好休息啊 工作到晕 觉 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你知不知道 我忙起来 没注意时间 忘记吃饭了 来 我家喝酒 好 以后不要注意休息啊 按时吃饭 好 行 来 我没事啊 就跟滴血糖饭了一样 我又不是少胳膊少腿的 你别像对调老肉病残一样嘛 你说什么 滴血糖 大姐 你到底知不知道 急性肠胃炎如果严重的话 很可能会因为脱水 内环境紊乱而导致休克 严重的话很可能会致死 平时让你准点吃饭 按时休息 你全都无视 每天至少三杯咖啡起 把自己当成铁打 如果不是我在你身边的话 你很可能早就倒下了 这个 是你接下来一周的食谱 你好好看一看 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提出来 岳飞 你这是养猪食谱上抄的吧 我要这么吃一个礼拜 我得胖死 抗议无效 接下来呢 我要替你准备今天的第五餐 猕猴桃加上黄豆桂圆酱汁粥 等我 黄 黄豆桂圆酱 那天时间不要再会 我 Verevang 的 什么 你准备 técn 这个练习维络 你点准备门 有时候要是吧 真的要是照顾好吗 我可担心的 你还不想要很难 看剧啊 盘子放在旁边不用 开电脑看 不是 我有一个案子要处理 我去看一眼 不行 将军 你现在是病人 任何工作都会影响到你休息 明白吗 还有 既然犯错了 那就得接受惩罚 什么惩罚